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戴著手套 純副武裝走入民宅的巷道 突然縱身一躍 爬上牆壁 把腳跨到窗戶上 當場上演蜘蛛人 下一秒更展現軟骨弓 整個人爬進狹小的窗戶內入侵民宅 在裡面翻箱倒櫃 竊取貴重物品 花蓮市國民三街和國民五街 連續發生兩起住宅竊盜案 總共損失約五千元 人警破罰後立刻成立鷹眼小組 釣魚入口集民宅監視器 全力追棄竊賊 四個小時內住在一間民宿 逮到四十一歲的彭信嫌犯 警方表示彭信嫌犯有多項竊盜前科 全安一竊盜罪 以送偵辦 另外在基隆安蘭橋 一間四十年的財神廟也發生竊盜案 一對夫妻假裝來拜拜 但其實心懷不軌 爬上公廟的紅色椅子 竊取神像上的金牌 標方人人透過監視器看到 立刻跑出質問 不過這對竊賊卻謊稱 自己是來拜拜的 隨後就快速離開 我問他們 你們幹什麼 他們說他們是來燒香的 廟方人人表示 這對夫妻是慣犯 已經不是第一次偷東西 警方獲報後 在一個小時內就逮到竊賊 一切到罪 寒送偵辦 記者豬電用劉己嬌 基隆花蓮報導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在整個的物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有蠟七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七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